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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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你和日清那边谈得挺顺利 合同都要钱了 全公司就属你的消息最灵通 你这是真太平衡 有效率 孙力姐早 来 这是按您要求修改好的日清合同 您看一下 放那儿吧 好 我出去了 多水啊 谢谢 这些都什么 一封这些干吗 反正是有用的了才服务 不 喂 你好 是是是是 麻烦您帮我转告一下邓总 我们这边会尽快的 会尽快给你们答复 好嘞好嘞 好 再见 我女是不是故意拖你时间不给签字 是吗 我刚才进去看了一眼 我早上放在那个位置上的合同 他连动都没动 这不是他的风格啊 他办事效率一向不高 我就说他故意针对你吧 上次邓总罗总来那次 对吧 你就不要放在心上了 就是一次合作没有成功 你就当是次教训了 我跟你说啊 职场法则三大条 一顿饭我免费告诉你 好 当你默认了 第一不能得罪上司 第二不能得罪顶头上司 第三不能得罪难缠的顶头上司 尤其是女生司 我故意不是没有破解之法了 两顿饭 好 幽默认 首先你要学会示弱 然后你要学会辅佐 最后要表达你的中心 如果这三条都没有办法的话 还有第四条 什么 走位上次 走 你开什么玩笑 我怎么可能会走 我告诉你 这个项目我实在必须 小晨 你来公司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 任何因素都有可能 让你的项目谈不成 你就别往心里去了 如果合同谈不成 项目拿不下来 我不仅拿不到提成公司 也会是一笔形式 那公司又不是每一笔钱 都有中每一个项目 都有谈成的咯 那员工才要争取 让公司每一个项目 每一笔合同都谈成 这样我们才能有提成拿咯 那你是在乎公司的项目呢 还是你自己的提成呢 我都在乎 言小晨你就是掉钱眼里了 你还说对了 我有个外号对这小猜谜 说得也对 麻烦 程总 程总 喝 喝水啊 喂 程总 所以综合多方面评估 我觉得我们 你要是忙的话 我们等会儿再谈吧 日本那个项目是谁让你给我过回的 我刚才已经说了 第一这个项目不合适 有问题 第二 博回是我在执作所在 颜小姐 邓总 没事 坐坐坐 咱们就是随便聊聊 不着急 邓总 您那么多大项目 肯定不急于这一个 你说 咱们这个项目是卡在什么地方啊 就是内部审核的问题 不过您放心 我一直在催着呢 我懂了 Cindy这个人吧 工作能力很强 但就是太自负 不太给新人机会 你说其实这个项目吧 对我们双方都有利 就这么一直拖延着没有意义 到最后只能谈碰 颜小姐呢是年轻有微啊 我听说 咱们这个项目是 程总和乔总 就全权委托给你了是吧 那怪不得Cindy是有所忌惮的 既然交给你来负责 那你就是公司的 委托代理人 对吧 就这些吧 这回你应该挺明白了吧 没关系 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 有耐心啤酒 什么时候你准备好认真听了 我不介意再跟你说一次 第一 我查了一下你要的资料 刚刚发你邮箱了 怎么了 这个呢就是咱们之间的合作 你可以仔细看一下 可以让的地方呢我都让的 我是很有诚意跟DH合作的 并且通过这段时间和严小姐的接触呢 我觉得你虽然很年轻 但是很有呢 只是被一些人一直压着 不能好好地发挥 缺的就是一个机关一 如果这次我们能合作成功 我相信严小姐一定会在DH一鸣惊人 当然了 我们日新科技呢 也不会亏待严小姐 我们会给你个人 这个数 给我两万 二十万 一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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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马上就好 叶晓晨呢 叶晓晨 他去日新科技了 他说他对这个项目势在鼻子 他瞒着植树领导去找了设计师 擅自把修改的方案 直接递给了甲方 糟糕 是 谁 是谁的 对不起 总包含的用户才是无法听 叶晓晨 我警告你啊 不准擅自做主 不好意思 怎么样 没问题吧 我看一下 邓总给我们的条件确实挺好的 我相信陈总和乔总也会非常满意的 对 但是 但是什么 就是您刚才不是说您不着急吗 怎么现在突然变得这么着急 我这不是稀才吗 但不管怎么说 我相信我跟严小姐一定会合作愉快 可就算是我签了这份合同 没有盖上公章 他也是不成效的 如果公司的委托代理人 是在全线之内执行的 那他就是有效 您拨打的用户才没收到 你只要在这上面签了字 二十万 我马上让他们达到你的个人账号 您拨打的用户才是无法集通 请职 乔宇 我的车在环状中心第一个路口 快过来帮我开走 对不起啊 邓总 这字我签不了 好 严小姐 你什么意思 是这样啊 邓总 乔总把这个项目交给我全程负责 但是 新总还是我的上司 所以我在签生和合同的时候 我都必须得通过她的同意 我不能越急呀 好 严小姐 做大事情的人 一定要懂得变通 据我所知 我觉得严小姐应该是一个很懂得变通的人 怎么就在这件事情上不明白呢 邓总对我很了解吗 你们公司会调查我们公司的情况 那我们公司是不是也要了解一下合作人的情况啊 那我朋友正好在深思 听说了一些严小姐之前的故事 所以我才相信 严小姐是一个做事果端 有思想有能力的人 我才放心把这么大的项目交给你 并且据我所知 并且据我所知 严小姐以前 在深思的时候 也是瞒着上司 做了一些事情 在离开的深思 所以我相信严小姐 应该不会跟钱过不去吧 对吧 谢谢邓总您的赏识 谢谢邓总您的赏识 但我不想丢走现在的这份工作 毕竟有远见聪明 而且有能力的人 是不会在同一件事情上面 甩两次跟头的 您说对吗 好吗 你去吧 我去吧 你去吧 你去吧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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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第一支的新锁吗 不好意思 阿敦总 新总电话我接一下 干吗呀 手机给我看看 快点 来 新总 邓总在里面开会 我当然知道了 跟我们公司的严晓晨嘛 他让我来的 没通知你吗 严晓晨 我给你打电话 为什么不接 你是要我帮你捡起来吗 谢谢阿敦总 谢谢 李小晨 一个小时之前 武警通知了你 公司已经取消了 你在日新科技这个项目中 委托代理人的职责 这个项目已经正式 转移到李辉的手里了 也就是说 两点到三点这个时间段内 你签署的所有合同 都不能代表公司生效 我 我刚看到 你明白吗 明白 邓总 人家看着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公司做了这样的决定 咱们刚才好在没有签合同 要不然签的合同也是作废了 你什么意思啊 邓总 不好意思啊 我不希望因为我们公司内部的原因 来影响我们两个公司的合作 不是 心里啊 你们一拖再拖 真的有合作的诚意吗 我们当然有诚意了 只是你也知道 我们公司一直都是专人专管 那现在这个项目已经在李辉手里了 也就是说 我还是严小神 都无法在这个时候跟您签任何合同 遗憾 你还愣着干什么 叶小晨 公司还有别的项目分配给你 你还愣着干什么 好好好 那实在是抱歉啊 邓总 希望我们能有下次合作的机会 邓总 本来今天我该请你吃饭 但是实在是晚上已经有约了 我们下次 我请 再见 走啊 叶小晨 你到底为什么不和我微信 我跟你发的邮件 你看还是没看 我刚没看仔细 日 日新在财务报表上动了手脚啊 我跟你说过不要自以为是自作聪明 自作主张 耀辰 你以为他邓里身是什么人哪 出了名的老狐狸 人家用你是因为你才华出众 是因为你笨 是因为你好操纵 他早就把你祖宗十八代查得一清二楚 挑中你的软肋一击击重 您在金融圈活了多久啊 就敢说自己调查全面 有些时候是要靠这儿的 我刚才 把我和他的对话全部录影了 你不要以为这次你没有签合同 你就没有错 如果不是因为你公司也不用 遭受这么大的危机 你回去给我媳妇检讨 我没问题 你确定你没有签合同 我发誓 那笔连纸都没碰着 吓死老娘了 吓死老娘了 到了 心脏器 听说你写了五千次检讨啊 听说奖金要五万 心疼吗 你心疼Sindy味道 你们俩真是彼此彼此 什么意思啊 你还不知道他怎么搞定罗总的 魔女就是魔女 那位罗总啊 没上过大学 这些洗车工出身 平时说话特别糟 但是做起事啊 特别有原则 他手上的项目 好几个投资公司都顶着呢 他就是因为特别欣赏咱们陈总 所以才优先考虑咱们DH 结果 咱们不是选择日星了吗 他一气之下 就直接去找了重大金融 听说他要签合同了 Sindy借半无杀猪 直接把他借走 好准备 干什么呀 罗总真的是你啊 好巧啊 让一下 干什么呀 你前面找个地方靠边 让他下去 好看 罗总 你看这两天 我给你打了十几个电话 你秘书都说你忙 到了公司你也不见我 我们在这儿碰上了 太有缘分了 靠边靠边 下去 罗总 请您务必给我两分钟的时间 上次的事情多有得罪 我一直想当面给您道歉 今天我带了瓶酒 都在酒里了 干嘛呀 我先干围禁 我告诉你啊 我见得多了啊 别给我来那套 真行啊你 罗总 这儿还有一瓶 别别别 去去 您听我说 这一瓶 我就是想向您表达一下 我们DH的诚意 希望您再给我们DH一次机会 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 妹妹 好了 好了 可以 可以 行了 别喝了 再喝出人命来了 别喝了 好了 好了 行了 你你 赶紧 赶紧 把它弄上去了 快点 快点 你怎么了你 罗总 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的酒 你好疼啊 吊手 吊手 去医院 擦什么 每刻快出人命了吗 快快快 好的 你 你 你 新小姐 我真是服了你的 白夏这茅台了 你 快点 快点 叫头 你厉害 那Cindy的未出现 到底真的假的呀 当然是假的 啥不啥呢 还是觉得我老婆更多苦吧 那也当然 您觉得我们的方案还不错吧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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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服新小姐 在我车里喝了两瓶茅台 直接去医院了 吓死我了都 来来来 那新总啊也夸您 酒店非常非常好 没有没有没有 比新小姐差远了 希望我们还要下次 差不多 沈侯 我想问你啊 你为什么想来咱们公司做销售啊 还有 你对我们公司的服装 有了解吗 了解 主要是运动品牌 针对的是年轻客户 那我想知道 你能胜任这个岗位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我之前在一家 比较成熟的服装公司 做过类似的工作 所以做起来的话 还算是加薪就熟 你稍等一下 好 喂 喂 我知道 我明天就去 喂 喂出血而已 我自己心里有数 你别管我了好吗 就这样 好 好 沈先生 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公司现在销售的这个岗位 所需要的人已经够了 不需要再有新的人了 人已经够了 为什么还要在网上照人呢 可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在网上的信息更信有误吧 实在是抱歉 是不是刚才有人跟你说 不要录用我 真想好好谢谢你 是不是你用了什么阴谋诡计 让你熟悉的公司 不再录用我 你也知道 我们深思的服装生意做得很大 我在这一行的朋友 几乎遍地都是 为难不了 我能自己养活自己 如果以你的学历 和那点不用心的工作经历 都可以让你养活自己 那这个社会 对努力的人来讲 就太不公平了 你也是时候需要感受一下 什么叫挫折了 你想这样让我听你的话吗 不可能 大家听一下啊 今天下班 全公司一起K歌 大家好好庆祝一下 谢谢小总 谢谢小总 晚上公司要聚餐 我就不回去吃饭了 你要是回去了 你就把我早上锅里有煮的汤 热一下再喝好不好 拜拜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在家休息安行了吧 快进来 别休 快来 走走走走 让我们一起 祝贺Ci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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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么大的喜事 咱们师父得请陈总 乔总 说两句 说两句 这样啊 这个项目啊 是乔总分配的 乔总说两句 我觉得 如果要损害自己的身体 喝这么多酒 才能牵扯的合同 那这样的合同不牵引啊 乔总啊 是为了员工考虑 对对对 辛苦乔总 辛苦下忙 辛苦下忙 好 今天酒没喝完 谁也不去走 好 来来来 坐坐坐坐 坐 今天晚上 咱们第一首歌谁唱啊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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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呢 好 申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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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因为我没有调查全面 差点给公司造成重大的损失 所以觉得有点亏对于你的信任 Cindy说你当时并没有签下合同不是吗 这不是现在你跟我保持聚集的主要原因吗 因为我跟Cindy的关系 难道你也觉得Cindy是我的秘密女友 你也认为我 上次之间的感情故事跟我没关系 是 跟你没关系 那这样 你就当听朋友的情感故事 来 Cindy是我的前女友 也是我 也是我在美国上学时候的学妹 几年前我因为个人原因 跟她提了分手 现在如你看到的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和合作伙伴 在外国的人还能做朋友啊 我就是随便说说啊 你可以不要回答我 可能是爱得不够深吧 这话有点渣呀 是吗 也许你说是对的 以前我对恋爱没有很深的理解 跟大多数的男生一样 觉得恋爱 就是生活当中的调剂品 那后来我发现 在生活当中很多事情 比恋爱重要得多 为了这些重要的事情 我已经没有心思放在恋爱上了 与其拖着别人浪费时间 倒不是给她自由 让她长得更合适 这也很对 但是陈总 金迪姐会不会因为 你私下对我比较照顾 所以对我有 这个你放心 我跟你的私交 不会影响Cind迪 对你能力上的判断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 第一是为什么要录用你 当时面试官说 每个人都是第二次的机会 那个决定录用你的面试官 就是Cind迪 真的假的 我以为她不希望我来DH 一开始她知道你在深思 擅自跃及 靠投听客户需求 让设计师修改设计稿 她的确不同意你带着这样的习惯 进入DH 但之后 这属于品质无点 太可惜了 成绩这么好 为什么要给别人替考她 那最后什么意思啊 到底同不同意她进入 最后一轮面试啊 这可是原则性问题啊 那可不一定 阿尔文得第二次的机会 她明明可以门混过关 却选择城市坦档 就凭这一点 我觉得应该再给她一次机会 一开始她让你做一些 搜集资料的工作 虽然大才小用 但你知道是为什么她 为了磨练你钢琴公司 浮躁的心情 你知道吗 金融券小松明是没有用的 只有脚踏实地的实感 还有啊 为公司签业项目 赚钱固然重要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还要比赚钱更重要的事情 听我的声音 谁可以为她的情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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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喝喝喝喝 你就是 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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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死我真不想了 耶 你呀 怎么要喝酒 一桌子酒干嘛抢我的 你喝的不少了 不能再喝了 药物馆 你 给我 松手 给我 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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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弟姐 我为我这次在项目中的 争强好胜 还有鲁马送你道歉 我干了 小辰 云安 你这么能喝啊 我还以为你想跟我说的话 都写在那五千字里了呢 叶小辰 不要打喝多了 让他送你回家的主意 他还是我的 所以呢 所以呢 你不觉得很有挫败感吗 不管我偷了多少分监力 不管我多有能力 他们只要听说过我 大学考试做过比 没有学位证 就连面试 都没有几家公司愿意 唯一的一个 还被我妈打回了原型 生活 工作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工作找不着 你可以创业 创业 你说的啊 青松 创业需要成本 需要时间 需要头脑和想法 你有吗 我有头脑 你没有 你干吗 借我四万块钱 我 借我四万块钱 创业啊 创你个头啊 还债 你欠谁钱了 程志远 你有病吧 你跟他借什么钱啊 你才有病呢 我会问他借钱吗 是晓晓 晓晓问程志远 借了十六万 还高利贷 为什么会借高利贷 总之事情很复杂 不是晓晓 是他妈妈 那为什么从十六万变成四万呢 你十万个为什么呀 你故意的吧你 你借不借 一句话 你没钱吗 我有钱问你借 我银行卡被我妈冻结了 你要是再问一个问题的话 你信不信我拿小龙十八掌劈你 那我还用毒骨酒键砍你呢 你今天怎么了 是不是魏同又把你给锯了 我今天去图书馆找去了 然后我俩 算了 没事 不是 反正比拒绝我还惨 到底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说了你也不懂 你卡被动了 给你转不了账了 我只能给你拿现金了 一会儿给你取卷 你后面什么打算 放心吧 我以后赚了钱 我第一时间还你 我用着你还呢 我不是这意思 我是说你后面有什么打算 打算 就算我找不到工作 我这么年轻 我可能被饿死吧 总会有我能干的事情 上天入地 兄弟陪你 我开始走 这里的温度厅 盖着 别放暂 不不不不 不用不用不用 盖着吧 志愿 我好晕啊 送我回家吧 快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